我和你一起合作的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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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先生 你要不要先看一下小美老师 想跟你一起合作的歌曲 OK呀 哦 是这首歌 这是一首我经常都会 重复听的一首歌 也是很喜欢的一首歌 也是我很久都没有唱的一首歌 非常非常期待也非常高兴 能够跟小美老师一起合唱这首歌 那我们到时候见吧 哦哦哦哦哦对了 24号多位网友微博分享了 自己花40块钱听到周深现场的魔幻奇遇 网友一为了在这41度的北京避暑蹭空调 花了40块钱随手买了一张国家大剧院 书男老师的讲座 中途没有想到周深闪现上台 还唱了一段灯火里的中国太魔幻了 网友二很幸运今天在国家大剧院看到了周深 他真的像百灵鸟 用书男老师的话说 如玻璃一般透彻的声音非常好听 唱起歌来在发光 网友三 北京书男老师的讲座 经线周深清唱好好听 原来周深23号结束了白玉兰的行程后 马不停蹄的赶到北京 在国家大剧院为27号的演出进行彩排 彩排中抽空参加了书男老师的讲座 应该是临时起义的行程 事前没有任何的消息 不然国家大剧院恐怕会被击爆吧 据听书男老师的讲座的观众的确是幸运 小编一点都不羡慕 只是啃了两颗柠檬而已 一起期待27号的演出吧 周深是个关系的 就是他 我不知道我不愿意让他多唱 就是他在棚里啊 他是唯一我不愿意让他多唱 因为我怕他伤害他那种玻璃一样的声音 我这样会有点 就水晶一样的声音 我怕他撑长了 就唱多了会损害他 就是你要保护他的声音 就你该用 他会穿得很精英的剔头 但他总之唱就会 我怕他皮 所以我很少会他穿的 所以这也是作曲家的 我们大家感受到了 一般孙男老师在照顾我的同事 他也有非常敏锐对自己 因为自己创作的作品 他的敏锐度 他觉得这种该要的东西有了 就不太会去 再让歌手再去做唱 所以我觉得跟舒朗老师合作 是一种很享受 然后也会学到很多东西的一次机会 那未来呢 今天我也替周深来问了孙男老师 有没有机会再一次的 也给周深去一首歌 我觉得作为一个歌手来讲 能有一首好作品 能够让自己传唱 让自己被更多的人所熟知和了解 是一件特别开心的事情 未来还非常适合他 就是我最适合他 非常好听的他 就给他唱 就刚听的歌给他唱 就我轻易一般不会叫他唱歌 这样 舒朗老师 请拿作品砸向我吧 请你唱的 我可以的 请拿作品砸向我吧 不可以的 所以你知道在音乐里的孩子 沉浸在音乐里的孩子 他是多么开心快乐 我们编了一件事情 是不是 是的 我觉得遇到好的作品跟好的合作老师 也是很幸运的一件事情 所以未来我们也期待 周深能够和舒朗老师有更棒的合作 在这一次的作品音乐会上 所以我就给他 他就压力很大 他说我一定要的唱 因为没有会议 后面还有60多个人 订阅唱的团 还有一个庞大的全编制奖乐团 怎么驾驭 是怎么驾驭 但是他实际上是乌克兰音乐学员的 然后他的海神音 我没有海神音 我就连他说水晶 水晶 谢谢 我觉得压力很大 不知道那样在彩排的时候 我觉得各种很不适应 就会觉得突然跟之前 就作为应该说比较偏流情歌手一样 正在舞台上 突然感觉换了一种话风 所以就感觉 就不敢随随意的大口呼吸 他妈不要拉麦 就站在立麦 跟演出的唱这样 太吓人了 所以这也是跟你此前的演唱经历 有很不一样的 对 非常不一样 你刚才临时票我唱灯火 零成国还是老怕 所以我们期待着 在春莱老师作品音乐会上 你来带来自己全新 不一样版本 独唱版本的灯火力的中国 好的好的 你可以 有路人问周深签约了哪家公司 被网死了压榨 不怪路人如此 如果你看了周深的行程 只会觉得恐怖 6月18号 周深成都欢乐谷毕业歌会彩排 19号毕业歌会演唱两首歌 21号到达青岛 进行音乐节的彩排 22号连唱9首歌 22号当晚飞回上海 23号参加上海白玉兰颁奖典礼彩排走红毯 当晚和廖长永老师合作了三首歌 24号又飞回北京在国家大剧院进行彩排 并抽空参加了书男老师的讲座 并清唱了灯火里的中国 25号又回到了上海 参加小扩站14周年的彩排 26号参加小扩站直播和美伊里亚合唱 27号飞回北京参加国家大剧院音乐会的演唱 如果香港的瓜是真的 28号还要飞香港 29号演出 每一天都在彩排 演出和天上飞 还要熟悉歌曲 舞台 没有片刻的停歇 很难想象这是一个正常人的行程和工作密度 也难怪路人都要愤慨地质问 周深签约了哪家公司往锁里用 禁案老板请出来回答一下 为什么如此压榨周深 小编想说如此密集的工作和行程 身体会吃不消的 希望能够适当地休息 毕竟身体是本钱 众所周知 周深是一位中国内地流行男歌手 深邃温暖高亢独特的嗓音 在娱乐圈中独树一致 喜欢周深的人越来越多了 实力和可爱 以前好像很少有人把这两个词归到一个人身上 但是这两个词放在深深的身上就很精准 一个可爱的实力唱奖 搭配整个交响乐团十分的期待 时刻爱自己的家乡 爱关心他人的人 那么真切地让所有的人知道 这两天被他圈粉的人太多太多 好像这是很容易的事情 可谁又知道他为此付出了多少努力 又为此包容了多少难容之事呢 他是独一无二的 在山东青岛西海岸新区 举办了一场欢乐的音乐节 音乐节将海浪 沙滩等海洋元素 融入三个舞台的设计中 夜幕降临 观众踩在绵软沙滩上 欣赏着流行 摇滚 电子等各类音乐 纷纷拍照 合唱 热情互动 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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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